发型对人们形象的影响很大 有些人明明长着俊俏的脸蛋 但是没有好看的发型 颜值也会大打折扣 有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颜值 会经常染发 很多人都说染发剂会致癌 那么经常染发的人还安全吗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专家表示 染发剂是化学制品 含有多种有害物质 很多人患上癌症都与经常染发有关 因此染发剂是化学制品 染发虽然在很多人眼里是时尚 但却对人们的身体有害 是一种不安全的行为 有些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 会宣称自己的染发剂是纯天然的 对人体没有一点伤害 以此来排高染发剂的价格 但是目前市场上的染发剂都是化学制品 含有十多种化学成分 大部分染发剂都含有本案 消极本等有害物质 即便是含有植物成分 那也只是占很少的量 染发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有一定的过程的 相当于慢性中毒 长期染发的人体内的毒素会慢慢增多 达到一定的量就会导致白血病和皮肤癌 乳腺癌等癌症的发生 而且染发剂不仅对染发者本人造成伤害 长期染发的女子会在她们 还孕期间影响宝宝的正常发育 总的来说 天然的发色才是最美的 我们没必要为追求所谓的时尚而染发 这不仅浪费钱 还给自己的健康带来危害 实在是得不偿失 那么大家是怎么看待染发这一行为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